你是什么,你吃什么这句话可能不陌生 大家都知道饮食与健康息息相关 但要如何吃得健康却又美味呢 以下是一些建议 首先,请多吃新鲜蔬果 蔬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等营养素 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建议每天摄取五份蔬果 可以选择不同颜色的蔬果 例如红、黄、绿、白等 以确保摄取各种不同的营养素 其次,少吃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通常含有大量的盐分、糖分、油脂等 不利于身体健康 如果必须使用加工食品 建议选择低盐、低糖、低脂的产品 再者,多喝水 人体大部分是由水构成 水的摄取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建议每天至少饮入8杯水 可以让身体保持水分平衡 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身体功能 最后,适当摄取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这些营养素对身体健康都很重要 但摄取过量则有害身体健康 建议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活动量等因素 适当调整摄取量 以上是一些关于健康饮食的建议 希望大家能够从饮食中获得健康和美味 之类的地方 这一刻就会打电话 一句话 似乎